欢迎加入今天的防疫大作战 相信对于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大家一定觉得非常紧张 不要紧张 我们已经邀请厉害的小朋友 变身成防疫小医生 接下来就换你咯 准备好了吗 Let's go 关于这个病毒 目前还没有完全了解传播的完整途径 高度怀疑 可以借由近距离的飞沫 直接或间接接触病人的口鼻分泌物 或体液传染 常见的症状如发烧 肌肉酸痛 四肢无力 头痛 呼吸道症状以干咳为主 也有可能出现咳嗽有痰 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的状况 家长们必须注意 外出回家后 提醒孩子马上洗手 重新换上干净的衣服 保持枝架整洁及空气流通 如果发现幼儿有发烧 人员及幼儿园老师相关旅游史 以及接触记录等等的资讯 别忘了成为防疫小英雄的五大绝招 绝招一 增强免疫力 饮食均衡 早睡早起 多多运动身体好 绝招二 无敌洗手工 洗手的五个重要时间 吃东西前 接触婴儿前 接触婴儿前 上厕所后 醒鼻涕后 看病前后 而且洗手除了大家都熟悉的 湿、戳、葱、捧、擦、五步骤之外 更要确实执行内、外、夹、攻、大、力、丸 每个细节都不能马虎哦 绝招三 不乱摸眼睛、鼻子、嘴巴 并且注意咳嗽时的礼貌 建立良好习惯 不随便触摸眼睛、鼻子、嘴巴等重要黏膜部位 咳嗽用手肘或卫生纸污住口鼻 有礼貌又卫生 学习戴口罩的正确方法 打开口罩 打开口罩 检查有没有破洞、坏掉 口罩有颜色的那面朝外 戴 戴上口罩 口罩保护鼻子、嘴巴和下巴 压 双手指均匀轻压鼻梁片 使口罩与鼻梁紧密结合 密 检查上下左右 有没有大大的缝隙 学招五 生病自己说 不上班、不上学 练习主动表达自己的身体状况 生病了也千万不要逞强到学校上课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一般健康的大人和小朋友是可以不用戴口罩的哦 除非您需要出入医疗院所 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症状 免疫力较差 或是罹患慢性疾病的患者 进入密闭空间接触人群时 才需要戴上口罩哦 一起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政策 当您接到幼儿园的关心电话 或相关填报资料调查时 请务必主动告知 不隐匿事实 才能让病毒无所遁形哦 手机使用LINE 加入疾管家的官方账号 也能帮助您掌握第一手防疫资讯哦 变身防疫小英雄 守护健康100分 桃园市政府教育局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